歡迎回來 住家發生淹水 哪些是房屋保險應該負責的 哪些又不屬於房屋保險的範疇 在本期節目中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休頓的颶風期一直到11月底 而本月也是市長宣布的颶風宣導月 我們就邀請安穩保險負責人楊德欽先生 來介紹一下購買水災保險 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楊先生您好 Brenda您好 所以楊先生請講一下 那一般民眾在購買水災保險的時候 有哪些選擇 這水災保險和房屋保險 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保單 不要把水災保險混為是房子保險 因為房子保險裡頭不包含水災保險 不包含flood insurance 所以你要是要享有flood insurance cover的話 必須得额外買一個flood insurance 水災保險它通常要買的時候 基本上是兩大項需要注意 一個是房子本身需要保多少錢 再一個是你的裡頭的東西需要保多少錢 這東西呢是屬於是可移動的 是personal content 就是personal property 那個呢是real estate property 就是不動產和動產這兩個部分 對於住家房子來說呢 不動產呢 基本上是25萬是一個標準的價值 但是呢現在也有公司可以保到50萬甚至100萬 有些公司呢它在homeowner insurance保單裡頭呢 可以加一個endorsement 可以保100萬 up to 100萬這樣的property value的這樣的一個flood insurance personal property呢大概就是10萬15萬就這樣 在25萬的時候呢它就最多是能保到15萬 當然了你這些都可以也可以保少 根據你房子的就是價值的多少就可以選擇 那對於像我們休斯頓經常發生這種预風下大雨 那這個水災保險應該注意哪些購買的時候 一個是注意就是说你要保的那個limit 比如說你personal property real estate property保多少 因為開始的時候呢有些人說我東西不保了 但是呢往往是你出現水災的時候 這些東西呢它沒有理賠的時候也挺心疼的 是不是啊 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deductible deductible比如說你要選1000至5000 這都可以選 另外一個呢還有就是說這個flot zone 近些年呢變化比較大 就是說你在買的時候呢這個要注意 原來的時候呢它基本上是按照絕對的高度 但是呢現在呢它就是會參考這個區域的水域的分布情況 也就是說這個區域比如說是高啊 就是說按說是flot的機會比較少 但是呢你附近呢有水域比較多 比如像池塘啊就bio啊就是河流這些都有的話 那也有可能變為flot zone 這就是說根據你flot的概率而定 所以你周圍呢如果水比較多的話 比如說你是一個靠湖的房子 或者靠一個河的房子最好是要買上 你甭管是在不在flot zone這種都有可能會遇到水災 如果是不在flot zone如果沒有界定在flot zone的話呢保費非常便宜 大概也就是四五百塊錢非常能買得起 還有就是說你在買在买flot insurance的時候呢需要注意一個就是說它的生效日期 比如說呢你如果有你是新購買房子或者是有loan refinance 你這是屬於是purchase啊或者是loan closing啊這個要求的這種 要買一個flot zone insurance的話呢你這個日期呢就可以根據過戶日期定就 但是呢如果沒有這些你是自己就想買一個flot zone insurance的話 如果感覺需要了你想買的話 是一個月以後生效就要有一個月的等待期 不是說你想生效就可以馬上生效的 想到水災有的時候是水淹到房子 還有一種是下雨把這個房子給淹了 那這兩種會有區別嗎 很有區別水災保險呢它主要是管的是街上的大街上的水水位升高造成的對房子的淹水 如果是光從上面降雨下來造成房子的損害的話這不屬於flot的保險的範疇 比如說呢下的大暴雨下的很大但是呢街上水位都一直沒有上漲排水排得很好水呢都流出去了 這時候呢你的房子比如說是漏雨也好啊從窗戶裡頭進水也好 怎麼樣造成了這些損害的話這就flot insurance不管了 當然呢如果是水位上漲水位上漲造成的淹水這就管 如果你比如說你自己房子水管破裂也造成了那個房子的淹水 那可flot的公司可是不保的 好那謝謝楊先生 謝謝謝謝Brand